农民们救了大自然 也等于是救了自己 还有我们的下一代 屏东长治大爱园区 也即将在8月6号完工 里头呢 搬好了好多人的辛苦付出 现在还多了这么一群 放暑假的小朋友 也想为乡亲们 敬奋自己的心力 船地连锁砖 也在学习船地爱与温暖 跟着妈妈到工地付出 陈冠志不止满身大汗 也是满心欢喜 这家里面挺无聊的 为什么 因为没什么事做 可是这边太阳很大呢 至少有事做 至少有事做 小小年纪就懂得 把握机会用心付出的 还有这一位 来自雾台乡的杜永祥 虽然身材瘦小 但力气不输大人 本来山上也是这样都习惯 所以付出一份心力 心中的热情 胜过太阳的热力 爸爸风灾后 杜永祥跟着家人 住进安置中心 感恩志工的陪伴 未来即将入住大爱园区的他 利用暑假来当志工 感受手心向下的幸福 爸爸是做工人 长大可能会跟爸爸一样 力气很大 以后长大做什么 做工人 盖世界最美丽的家 一块砖 一份爱 大小志工排排站 付出的身影充满祝福 也为这片希望家园 注入爱与希望 带新闻身上美志工 潘明远 林俊颖 屏东报道